昨天东京都政府还有东京奥组委刚刚办完东京奥运会100天倒计时 今天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2G俊博就说 新冠病毒感染如果控制不住的话 取消东京奥运会也是一个选项 这话一出立刻成为日本的头条新闻 但是他的原话是 东京奥运会是日本最大的机会 我希望他一定要成功 为此要做好各种准备 当然也包括要解决要克服的困难 如果新冠病毒疫情越来越严重的话 是应该立刻取消东京奥运会的 取消也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 如果奥运会造成疫情扩散的话 那还办他干什么呢 这要看当时的情况再做判断 所以二杰俊博的讲话并不是针对现在而言 而是指未来是情况而定 干事长是自民党内仅次于自民党总裁的二号人物 由于自民党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党 自民党总裁就是日本首相 要忙于国家政务 所以自民党内的二把手实质上就是一把手 二杰俊博是自民党干事长 同时也是日本历代自民党干事长中 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上一位最高纪录保持者是田中角荣 1497天 所以他发表的讲话是很有分量的 冬季奥运会到底办不办这个问题 已经折磨日本人一年多了 办与不办 日本民众说了不算 从去年到现在舆论调查结果是70%到90%的声音不赞同 但日本官方的态度始终如一 一定要办 这是气势上越来越弱 安倍时代的口号是 作为人类战胜病毒的证明 要以最完整的形式向世界呈现东京奥运会 菅义伟任首相之后 他说东京奥运会一定要以有现场观众的形式举办 并且必须成功 但是不到三个月 日本政府决定不接纳海外观众 国内观众是否能入内 能进多少还是悬念 为此韩国人笑话日本办的应该是全运会 日本疫情愈发严重 今天东京感染者人数已经从500多人增加到729人 大阪府已经连续两天上千人 受疫情的影响 大阪和爱原县的受火接力都改为在公园里跑圈 奥运会的仪式感没了 魅力也随之消失了 不管日本政府做出哪种选择 日本民众对东京奥运会已经失去了兴趣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东方卫视东京战记者 宋看看再会